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波罗的弓箭率先射中了虚空农民 接着雷神和米诺陶诺斯率先也是冲向了虚空农民 战神阿瑞斯紧跟其后 乌勒尔的兵斧也砸了过来 宙斯的闪电不停的在输出 牛头人已经挂掉了 雷神的锤子也掉了下来 雷神也没有坚持多久 战神阿瑞斯刚刚接近虚空农民就被秒掉了 嗨 黄波在东还没有发起攻击 也挂掉了 现在就剩下一些远程输出的兵种 丘比特还在射出魅惑之剑 敖丁不停的用勇魂之枪砸了下来 这样猛烈的攻击 虚空农民也是无法接近 敖丁也是被击杀掉了 虚空农民现在穿步难行 无法接近 火火的被对方输出给压制住了 非常的郁闷 第二个登场是控制火焰的超级农民 他刚刚第一道火焰打的是雷神 但是没有把雷神击杀掉 现在雷神在 穷追不舍 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看不清楚 不知道超级农民跑哪去了 好 发现他了 哦 要雷神把自己给坑掉了 一跳跳到了悬崖外 直接是脱离战场 阿瑞斯也在奋力的用他的长枪 但是自己也是滑了一跤 我们这个镜头无法跟进他们的速度啊 实在是太快了 现在被逼到了墙角 又是强力的出出开始 阿波赛东这一次给利亚 方方开始互射了 哎呀 他躲进了这个里面 这太坏了 躲在这个里面不停的发射火焰 再转 再转你就要掉下去了 啊 你再转 由于太兴奋了啊 自己把自己转掉下去了 和雷神一样啊 我们现在要用非常强大的暗黑战神了 速度非常快 挺枪冲刺 阿波罗弓箭没有射中 狩猎女神的弓箭全部被格挡下来了 雷神和米诺陶诺斯依旧是第一方阵的冲刺 我们可以看见 牛头人已经挂掉了 现在看雷神了 雷神还在坚持住 布拉尔的斧子也被挡了出去 哎呀 雷神的一锤子没有砸下去啊 自己也倒地了 不知道挂没挂 阿瑞斯也被挑翻 这波载东是被狩猎女神的弓箭射中了 哎呦 被自己队又坑死了 不停的格挡 目前只有宙斯的闪电可以击中他 这是一冰斧砸中了我们的战神 狩猎女神的弓箭基本上是无法射中的 这被挑上 被处须抓住的是 丘比特啊 好可怜 目前看来 乌勒尔的冰斧砸中的效果会好一些啊 可以让他的行动变得迟缓 也只能一丢丢的迟缓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哎呦 阿波罗和宙斯了啊 宙斯也挂了 阿波罗也没有坚持多久 我们的暗黑战神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好 最后咱们用奇遇来娱乐一下 看看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不能结束战斗 反正一拳一个啊 不要被我打中 打中就是一拳一个 其遇直接是冲到了对方的这个大本营这边来了啊 向优先击杀阿波罗 现在被钉到了墙壁上 谁被打飞了 谁被打飞了 按个赞停看一下 这是波赛东 海黄 海黄被一拳打飞了 接着是阿波罗和丘比特都飞掉了 然后是宙斯 阿波罗的弓已经丢在了地上 身上挂了一把死的还有一把永恒之枪 最后就剩下了奥丁 好的 咱们这一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哎 这上面还有一把枪了 咱们下期再会